嗨,我是路克 今天來聊到這次的魔神戰 魔神戰是一個很佛心的模式 剛開的時候機制有點白癡 但後來就修好了 魔神簡單,也不用耗太多時間 而且魔神王的平均數值也算不錯 最重要的是 近年來每次開放都會復刻所有的王卡 真的錯過的話,只要等下一次魔神戰就好 反觀討伐戰長了一整年 沒改什麼東西又重新開放 復刻的時候還要看MH的臉色 魔體當翻身的討伐戰王卡 我們就要等到天荒地老 這次的魔神王是異變巴哈 以身分來說,各方面都很特別 畢竟之前的魔神王都是獨立個體 不會是這種被侵蝕的角色 之前異變的概念都是給舊之代蜂王 這次看到異變巴哈的時候讓我蠻訝異的 畢竟巴哈是石蜂的守護者之一 如果連石蜂王都被侵蝕了 那巴哈沒理由不被侵蝕 再者,這次的異變巴哈居然改成暗屬性了 之前的異變蜂王都是維持元屬性 這設計讓我有點意外 以技能組來說,異變巴哈的技能組我覺得算不錯 只是細節沒做好,因此我覺得不怎麼實用 算可惜,但會讓人期待剩下兩隻異變守護者 先看到這次的魔神戰王卡 也就是異變巴哈 技衣之第八,條件常數型技能 會將燃燒傷害-1 有碰到燃燒位置的話,自稱3倍功 消除火珠時,龍類成員的輸出無視三主盾與五主盾 而且在回額末,還會引爆第一直行的珠子 並掉落火強化珠 消除暗珠時,龍類成員追打火珠性攻擊一次 而且在回額末,還會引爆第六直行的珠子 並掉落暗強化珠 這招只要有消到龍珠珠就能維持 技術自第六,引爆第二次直行的珠子 掉落隊長屬性的龍珠珠 再引爆第三五直行的珠子 掉落佔有屬性的龍珠珠 首效全版的話,自稱CG-1 此外,如果全隊都是龍類成員的話 異變巴哈的血攻擊只會變為1.8倍 且進場CG-6 這隊武器就是超原版巴哈的 只是規格稍微低一點 這技能組讓我覺得很可惜 飢餓的引爆效果要配合技衣 這樣子剛好能炸全版 我本來想說技衣的修飾反應效果 可以配合雙龍使簡單速刷關卡的 於是我就看到了這個愚蠢的畫面 以順序來說 雙龍使在回額末會先添加全版龍珠珠 以便巴哈技衣才會炸 然後呢,這招炸下來的珠子 會是普通的強化珠而非種珠珠 因此隊長技的倍率會幾乎觸發不了 之前達公也有類似的問題 但達公的技能組放用度本來就不算高 因此我覺得問題不大 他很少入隊就算了 真的讓他入隊的話也只是要解一兩個盾而已 如果你沒有要他的追打效果 單純只要破盾效果的話 你甚至可以再開完達公後 直接補其他定版 把龍珠珠補回來 但一邊巴哈就不是了 他的技衣是常駐型技能 每回而沒他都會提醒你 老子炸出來的不是龍珠珠喔 啾咪 看久了真的會很火大 這技能組有兩種改法 第一種改法是 讓技衣的引爆效果 升級成龍珠珠或是龍珠槍化珠 第二種改法是 讓雙技的結版類型都改成轉化 最近龍類牛棚大補牆 但幾乎所有新結版卡都是引爆或移除 如果把一邊巴哈設計成轉化類型的定版 就能讓龍隊在需要轉化的場合 多了一個附加價值很高的選項 這樣也能克服技衣的問題 畢竟轉化效果 不會把雙龍十隊武技給的龍珠珠炸掉 一邊巴哈這樣子的設計 我覺得很可惜 整體牙豬頭可以逼級 分量度不高 偶爾才有優勢 技衣的條件常駐火鼠追打是重點 可以站著打完火鼠攻擊四個盾 也能分擔滑溪的壓力 之後看到這次復刻的魔神戰王卡 以入手方式來說 我會建議不要用功勳換一邊巴哈 我剛剛說這張卡範樣度不高 意味著出場率不會太高 魔神王進四階的時候 每打一場都會掉一張王卡 把功勳打完後 再把一邊巴哈丟進練技房間 下次如果剛好要用到他 那他早就滿技了 抓到的功勳拿去換其他資源比較好 以這幾張復刻魔神戰王卡來說 塔維爾跟化金不用換 其他的卡至少都要有一張 然後亞當優先換 為什麼塔維爾會被我點名呢? 因為他的技能組真的不怎麼樣 解凍結 轉按珠 真功回 真功回的手段是EX combo 因此還可能跟其他技能稀釋 神族要解凍結的話 靠巴比倫技能就很夠了 碰到全版冰封還要送我們一個屬心定版 這張卡就是標準的浪費卡面 身材射到不行 但技能組爛到不行 以評價來說我給C級 喜歡卡面的話再換 缺少這張卡 對你的遊戲體驗不會有什麼影響 之後提到的三張魔神戰王卡 我給的評價就是B級 而且他們的主動技 剛好都是雙效二選一技能 首先是格倫戴爾 效果一能處理光暗珠加C 效果二能處理水火木珠延遲 然後兩招都自帶加速能力 這傢伙總是會在意想不到的時候用到 雙技剛好都無法處理星珠 但獸類處理星珠的選項很多 我覺得不成問題 效果一會讓旁邊只剩水火木星珠 效果二會讓旁邊只剩光暗星珠 因此可以有效處理 星珠以外的反手削盾與追擊零化 再來是畫精 效果一能讓鼠星珠兼具星珠效果 並讓熔淚20倍毀 效果二可以排出 還有一回合的共鳴效果 異補殺手 但異補正現在還不在環境上 因此這張卡超級沒有存在感 效果二的排出 是開技後直接進入排出界面的那種 因此碰到角色珠相關的敵技 會怕不上用場 雖然說我給的評價是B 但我剛剛也點名這張卡不要換 原因在於這下我有在試煉塔 花體力就能拿到的東西 而且還沒有時間壓力 在這個前提下 拿功勳換它就是浪費 最後是混沌之花 兩個效果都能解黑白 效果一能修飾一二列的盤面 再讓光暗星手消二消 效果二能修飾四五列的盤面 再讓水火木手消二消 神族解鈍卡很強 但這種改變消除方式的卡很少 生在其他種族的話我會給C 反過來說 如果神族之後出了更多其他好用的卡 同時也能改變消除方式 那這張卡的評價就會降到C 剩下兩張卡都是雙技 魔神戰不只魔士佛星 連魔神王的技能組都在升級 首先是日本城 雙技都是CD6 技衣能讓全隊機械版行動 還能解除機械組成員的休眠狀態 如果有成功解除的話 還是帶一個加速效果 最後再引爆全版的珠子 並掉落機械組成員的屬性橋碼族 技術要求全隊滿行動才能開氣 全版轉牆 機械組成員的行動值減至零 還能在一會兒內 讓全隊回復力歸零 並讓機械組成員的輸出 無視連擊向盾與敵人防禦力 技術的副作用我覺得問題不大 通常會給這張卡很強的速攻型武裝 技術一跳了就開 這樣只能讓全隊直接滿行動 關卡中後段碰到逆迴的時候 先開技術再開技衣 不加價值很高的機械隊員 不過現在環境的機械隊長 幾乎都能讓全隊直接滿行動 以前我會給A 但現在評價會降到B 再來是亞當 點選法陣上的珠子兩次 將水火木珠轉化為首次點選的珠子 並將光的新珠轉化為第二次點選的珠子 在兩回合內 雲迴而末會再次發動上述轉化效果 開技後會讓盤面最多剩兩種珠子 通常會點同一種 變成三回合的圍城 真的需要的話 也可以給我們三回合的屬性定盤 去處理手下屬性不相依 G2 CT8 刷新護盾 還能在兩回合內 全監200%木 這張卡很有趣 G2在絕大多數情況都會被浪費 他在十封的隊伍發揮得很好 畢竟這隊長是在加C 而且還能無視十字盾 對局允許的話 圍城能解決很多問題 配上莎士比亞更是妙不可言 這張卡我給A 使用度跟分量度都高 缺少這張卡的話 某些隊長玩起來會很不舒服 未來只要出了紀念主冊的木隊長 亞當靠著飢餓也能有很好的發揮 以上就是我對魔神戰王卡的想法 如果喜歡這樣子的分析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並分享 下部影片的主題會是 新年雙黑精簡評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